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第四节的节目 大家联系什么,来到第四节的节目 我是接到朱祁林,大家都是董主席,来到一堂 来继续来说,一小拍,来到我们现在的外交出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这样说起来 国际社会需要外交是有什么? 同样,这两个原因很正常,第一个就是什么? 政府要做无益,要贪钱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要贪钱,做无益 如果交到这些朋友,没贪钱,还没赚 增加我们的收入,说实在 说实在,没有就是第二个状况 第二个状况是什么?就收拔了 收拔的是,这个利用二脉 我们会赚,对付中国 我跟你说,各位朋友 从以前到现在,以及现在全世界的国家 第二个,有一种叫做国际社会爱心的 或是说,我都在救抗救人类的,救救人类的 流失的,或是说疾病的 那种现代事物,但那些也都平等的 技术也都这两个完结 有生意堂做无益 可以跟你交配,越交配好,我贪很多钱 或是说,你的无无行业很好的 我可以引进你的技术 哦,你这种市场都要去,这是一种 第二种,也是同样,要收拔了 那么,其实全世界现在最次需要外交的是什么? 就是台湾,这两百多余,我们台湾如果需要交朋友的国家 我们绝对白金十名 听着说,全世界的国家 没人像台湾说,有一个外翻最严重的 所以,天使朋友可能会说 嗯?有啊,全世界很少,你战争怎么没有? 不好意思,你注意看全世界的战争 全世界的战争,都是内乱 都是内乱,都在里面 像西利亚,现在最差的打到浪漓漓 西利亚,他的战争不是什么? 人家去乎,对一国家去乎 西利亚团结起来,要对抗外国 不是,他在里面分两派 阿赛德就是他们现在实业派接政的 接政的这个,较移动的这个,实业派的政权 但是,西利亚来部有很多那个,逊尼派 非告逊尼派,他说不想让你滩帕,他算战争 他们把他搶一搶搶 美国,较停这个,这些,这个,这个 兴起伏的这些,这些,这些,这个,这个 区区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些,这个 这个,这个应该,这些,这个,这个,这些,这个 但是,苏联,什么?现在俄罗斯,俄罗斯 他们较停这些,阿赛德这些,这些,那些内乱 。来,築罗斯,内乱 跟我們統議戰爛最嚴重 這就不是外返啊 還有很多地方 到現在還要像非洲的國 到現在有幾個洞 差不多都內亂 內亂佔高雄 外返有嗎? 有 沒有幾國 像那樣對不對 印度跟巴基斯坦 印度跟巴基斯坦 雖然兩國是敵對國家 但是很簡單 他現在也 縱兵部署而已 他也沒有真的在打 再來 印度也沒有說 你巴基斯坦是我的 不可分怪的一生 你雖然會去我 賞賣國要把你吃掉 也沒有這樣 因是政府局的囚禁 就是有一塊前二生的領土 對不對? 在他們北平 就是克斯米爾 克斯米爾在印度 東北平那裡 因為我這個中國 這個帕米爾高原那邊 那塊 巴基斯坦說沒有我 很多人都說 我們的歪 還要順悔高 那當然是你的 印度說沒有 這上面也有印度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唱那種 唱到最後 其實 漸信目前也化解 因為現在 克斯米爾 一個人漸一邊 印度漸差不多三分之一 阿 巴基斯坦漸差不多三分之一 漸哪 漸在那裡 偶爾啦 偶爾會收 基本上沒有 你如果要說這種邊界 像這樣 中國跟印度 也有了 就是這個 克斯米爾 就是我們 一樣 你說的克斯米爾 旁邊還有一塊 差不多 漸幾平方說三分之 三分之 台灣這麼大的一塊 還有三塊 那塊 現在中國占掉了 但是印度 也說那不是 那不是你的 那是你的土地 英國人還要接印度 是有跟 社長政府 社長政府 有政府 簽個麥克馬鴻線 麥克馬鴻線 這個人 這條 那邊都是藏人 那邊都是印度人 那邊都是印度人 這條 麥克馬鴻線 還有一條 就是在這個 比較丹陰陰 這個 阿什納插六方 在這個 緬甸 和緬甸 這條 一百平 在印度和中國交界 這條 這條很大 7萬平方公里 比台灣大大 大概兩倍多 這條 印度也說 中國說 沒有 你陰是跟我 也不是跟中國 你跟社長 我沒有生人 還要重來 也是有衝突 所以 這叫做外反 但是這個外反 都沒有嚴重 因為 兩邊有衝突的國家 那陸前 至少陸前 都坐下來 在說 或是說 你跌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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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跌了修行的衝突 你想韓國 韓國人說 這不是 有啦 韓國其實是一個外反 但是 兩個大國 兩個小國 其實是來亂 它形勢也是來亂 南北韓在戰爭 其實大部分都來亂 有外反 也都很親密 就是 領土爭議 領土爭議 有的也不一定要戰爭 甚至 現在 好好做生意 也有像 日本跟俄羅斯也有 有 一塊 北方四島 泽州島 池湖島 四項島 這四項島 日本 國有領土 就是 所有人 跟日本選前 日本導航的前三天再選擇 剛才我先跟你講 我欺負你 我欺負你 所以 什麼 現在全世界 有人在說 你整個國家都我的 你不聽 你不會推 注意 不聽 我給人家給你寫 你看看 你是我的一部分 一部分就是要給你賣國 不管你賣國 有台灣意思 我是台灣國 我不是中華民國 這個 他跟他講 我是中華民國 好啦 不管你什麼國 反正他就要給你賣國 你賣國 這就是敵國 敵國 這麼大 又這麼強勢 其實全世界 如果要有上街 有上街 就是台灣 所以 要外交 都應該做外交 是台灣 台灣 有啦 就很努力 我們做二十個小朋友 小朋友 家中華要來打中文 中文去找 吳鳳 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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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都要打了 你不再去找 比家中華更高 中正大學 美國 日本 根本沒有比中國大小 你還在那邊打 你不會外交 我小孩 我外交 這樣才有外交 這是台灣 這是台灣面對 中國要消滅台灣 要欺負台灣 最應該做的外交 但是 這個道理 如果我們不知道 我們會覺得 外交不去了 外交 20國都沒有 所以只剩19國 啊 死了死了 台灣要打下去 他會打下去 吳鳳 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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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然 會聽到什麼聽到這個 我們不知道 應該外交是 要來努力 這些部份 不是 所以小朋友 老實說 你如果把他當作優先修壓 就說 你的國家比較少 比較可能 我多少幫你學會 其實 這個沒有 把你當作一個 我們一個鄉 比較大國 當作一個官 幫你幫忙 算不算了 所以 所以 現在講到這 現在來努力聽 有老一條 你講話 你一定完全聽我 我們現在經過外交 路上 都在保持 什麼20國 現在還給我一國 我還來北外交 我一年 還花一千萬美金 還買另外一國 這根本就錯誤了 這根本就沒有必要 我當然我不是說 這家人都不可以 不是 你如果說 就像我這個國家 對我們 有多少的 講話 有宣傳效果 還沒關係 我也沒有說 絕對跟收朋友 都不可以 但是 還要花那麼多 意思是 沒有 不然不要 你去中國 中國好你 我們有了解 台灣 外交就是 為了戰爭要來的 為了最後一天 我們絕對沒有 跟他商量 我的朋友很多 你不敢給我 這就是外交 所以 一個好的外交官 他是比一個 一個書頂 帶一萬的兵 比較厲害 他這樣三位 兩位 哇 大國 天啊 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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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的皮條 這很厲害 外交不是不重要的 很重要的 但是 現在我們創這種外交 聽我聽不懂 好 這種就該對